这老板 一天到晚破事可真多 非得让我给拍一个 坦克300铁记02 哦不 现在应该念铁骑了 反正呢 就是他了 这不玩犊子了吗 就你说我也不会拍呀 我在网上看的那个车评人 好像叫孙什么心 他一般拍车之前 都会介绍一下是什么车型 我们也按这个套路来 要不然拍的是什么车都不知道 好像也挺尴尬的 这是一辆坦克300铁骑02 它与其他的坦克300 那是有点不一样的 原厂涉水豪 能有效的提升涉水能力 八段可调 氮气减震 可以面对不同的运化 很细腻 高位轮煤 比例好看 还有33英寸的轮胎自由形成 高散热一年半 鱼顶都在你面上了 前保险杠 后保险杠 侧杠 重新设计 多给了一些配置 轮王也不一样了 性能车呢 一般去赛道玩 行不行立竿见语 这越野车吧 我也不能带你们去找一个 儿童沙坑玩 对不对 我今天呀 没有什么剧本 哥玩的就是真实 有剧本的那个呢 一般来说 有可能是领导安排的 领导的脑袋 你们也理解啊 就是都 他要但凡灵光一点点 也当不了领导 是吧 一会呢 我就开着这车 看后边这个大水潭了吗 大概估计得有十多米吧 我开着车直接就下去了 你们不会以为是真的吧 我先带你们在这玩一圈 其实有些时候呢 越野对扭矩的依赖是要偏高于马力的 好在啊 坦克300铁骑02能把这些问题都通通的解决掉 它的2.0T发动机最高能爆发出227马力387牛米 然后通过传动系统 它最高可以放大扭矩2.48倍 另外呢 还有来自于伯格华纳的第六代分时四驱系统 所以呢 今天的体验可以说是整体非常完美 另外呢 就是对于越野而言呢 其实没有必要阐述过多的参数 因为那些只能证明或许它参数很强吧 实战能力呢 还是要拉到现在我的这个场地里面 或者是其他的越野场地里面 去跑一跑去试一试才能够知道 今天在这个场地里面 首先呢 我是去了非铺庄路面 在小树林里面进行了穿梭 可以说是如履平地吧 或者说呢 就像出门散散步一样 首先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而且呢 整个悬架系统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很多 我坐在车里边没有感觉很颠簸 其实今天爬坡也好 或者说下坡也好 还可以强度更大 它也是能够接受的 今天这个爬坡呢 很有意思啊 纯沙地 而且呢 里面是有一些大坑的 看着几个车友在那爬了有三四次吧 他们都没爬上去 而且后来有一次都是冲 也没冲上去 结果呢开着这辆坦克300铁迪02 轻轻松松的就上去了 根本就没有说助跑 就真的很简单啊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只需要控制好油门的力度就OK了 然后其他的全部都交给车辆 也会有这种轻微打滑的现象 然后有一些阳沙 但是整体来说问题并不大 我是感觉很轻松的就上去了 没有说疯狂的去调整方向啊 或者说我一定要选择一条很明朗的路 才能上这去 再有呢就是我后来跑到了水里玩 没有想到啊 它的四驱动力分配表现还是挺好的 因为这个里边有很多暗坑是看不到的 结果呢我在过程中还真的进到了一个暗坑里面 就感觉瞬间啊 我的车身就被震过来了 因为其他的车轮是有明显抓地的 结果我从这出来的时候 我们摄像还给我举了个手 真厉害 所以说整体今天的体验 可以达到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分数 再有呢就是一些小的细节了 比如说仪表盘上面会显示 扶仰的角度以及侧倾的角度 这个在爬坡的过程中呢 也是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的 而且啊在爬坡的过程中呢 会出现那种驼风情况 所以呢你是看不到 坡道的另外一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在啊 它的这个360度影像 基本在这种情况下是启动的 所以呢通过多媒体屏幕 就可以看到前方的路况 这就是我整体一天下来的体验 真的太棒了 趁着还有点天光 我再去玩一会儿 行吗 二位 本帅哥准备开进水里了 太爽了 你做不到我也要 小一小小小 好了不用拐了 不用拐了 掉的骨转不了 这 worked there 要动 held 其实拍越野最苦的不是我 还是我们笑笑 浑身是土 你抛香啊 你抛香啊 挺好呢 对啊 比我想象的钱多了 谁说坦克费油的 我觉得一眼都不费油 这个挺好的嘛 都卖这儿了 就别新章油了 那这咱们也不要一头了